來到高雄左營蓮汁灘 這裡以生態多樣著稱 不僅有名勝古蹟 更有許多水鳥 但近期路邊設立了許多警示牌 要大家注意烏龜 附近居民全都捕沙沙 從來沒有看過啦 怎麼會做 我不知道他寫這個牌子要幹什麼 他可能上來稅很少 公司政府農業局解釋 蓮汁灘有許多班規 現在是他們的繁殖劑 常會走出水面 尋找下淡的地方 才會設置路牌 提醒民眾注意 由於春天到秋天是 班規繁殖的季節 母規通常會尋找寒沙的土壤去下淡 它會擴大活動的範圍 橫越馬路 同時也會有少數的公規 會出來求偶 並且集中在夜間移動 農業局也呼籲民眾 行經廉池潭旁道路時 因減速慢行 育有受傷或迷路的烏龜 也可以通報相關單位協助 民眾如果發現烏龜出沒在不安全的地方 可以立即通知場域管理單位來處理 協助將烏龜移植到相對安全的地方 如果發生有烏龜受傷 可以通報1999來進行救傷 今年動保議事抬頭 政府單位也積極宣導 希望民眾都能愛護動物 共同打造環保友善的家園 人間衛視庄組民高雄採訪報導 並行救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